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过敏反应 干燥 甚至某些疾病 更有一些原因不明的发痒 或只是因提到痒而莫名感到痒 你现在是不是正在挠头抓痒 不管怎样 我们先聊聊最常见的发痒原因 被虫咬 蚊子在盯人的时候 会向人体释放一种被称为抗凝血剂的化合物 防止人体内血液凝结 人体会对这种化合物轻微过敏 进而释放出阻胺 而阻胺会导致毛细血管肿胀 这促使血液流量增加 有助于加快人体对该已知威胁的免疫反应 这解释了皮肤红肿的原因 花粉过敏导致眼睛肿胀也是同样的原理 阻胺也会触发与痒相关的神经 这就是我们会因蚊虫叮咬而挠痒的原因 尽管如此 骚痒感本身却尚未得到充分的认识 事实上我们所知的大部分来源于 对老鼠的骚痒机制进行的研究 研究人员发现 老鼠的皮肤组织里的骚痒信号 是通过属于疼痛类的某些神经传输的 这些专属神经会产生一种被称为 利纳多态壁的分子 它会发出一个信号 由脊髓传送至大脑 造成骚痒的感觉 当我们抓痒时 指甲触碰肌肤的动作 会触发一种盖过骚痒感的低水平疼痛信号 从而分散注意力 舒缓骚痒感 但骚痒感具有革命性作用 还是纯粹为了惹人烦躁 主流理论认为 人类皮肤通过不断进化 最终具备敏锐感之触碰的能力 这样更利于人们抵御外界风险 想想看 人类的自主抓脑反应 可以驱除潜伏在皮肤上的有害物质 例如毒虫刺伤 昆虫叮咬 或者有毒植物的藤蔓 这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我们不会觉得身体内部 例如肠子里发痒 因为内脏不会遇到外部威胁 但光想想内脏发痒 就挺让人抓狂 在某些人身上 过度骚痒甚至会损害健康 这往往是由于神经通路故障 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被称为寄生虫妄想症的心理疾病 患者固执地认为自己感染了满虫或跳蚤 是虫子在皮上和皮下乱窜 让它们搔痒不停 另一种情况是患之搔痒 发生在经历过截肢的病人身上 这种损伤会严重损害神经系统 迷惑身体的正常神经信号 并造成在不再存在的肢体上的感觉 如今 医生们已经找到了治疗这种异常搔痒的方法 对于截肢者 用镜子反射上存的肢体 代替被截掉的肢体让患者抓痒 这个办法制造了一个幻象来欺骗大脑 让他相信幻象的搔痒已经得到满足了 奇怪的是 这真的行得通 研究人员也在寻找跟痒相关的基因 并开发一种在极端病例里 能阻断搔痒的神经通路的治疗方案 如果痒而不能挠 会让你觉得身在地狱 但丁也有同感 这位意大利诗人描写的地狱中 就有人被罚深陷坑中 受无尽搔痒的折磨 继续观看视频 别忘了订阅 永远不再错过学习新事物的机会